小三收到情夫的汇款 这笔钱能合法的留存吗 前不久相关媒体披露一个案例说 湖南一个女性的女子和丈夫结婚多年 共同养育了三个子女 前不久她的丈夫因突发性格去世了 在给丈夫办后事的过程中 这个女性女子突然发现 丈夫的银行账户中一分钱都没有了 按照她的估算 本来她丈夫应该有个几十万存款才对 钱都花到哪去了呢 经过多方探查 女性女子了解到 在几年之前 她的丈夫和另外一个女子 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她的丈夫在五六年的时间里 给这个女子汇款高达284次 总金额超过40万 而且她丈夫还多次从银行取现金 给这个女子买车买房 钱都花到小三身上了 但是丈夫已经撒手人还了 那么这笔钱能不能要回来呢 我跟大家讲绝对能要回来 近年来已经发生过多起相类似的案件了 于是女性女子一直诉状把这个小三告到了法庭 缘由很简单 她丈夫给予小三的钱 虽然是200多次 每一次不多 加起来40多万 但是这妥妥的都是夫妻共同财产 在女性女子不知情的前提下 她父亲把这笔钱给了这个小三 小三就有返还的义务 虽然小三说她跟她丈夫已经鬼混了几年 而且这些钱都是女性女子的丈夫 新冠情愿给予她的 但是情夫是没有最终支配权的 这是夫妻共同财产 必须俩人都同意才行 于是法院最终判决 小三把所有的钱通通还给女性女子 这真是大快人心啊 破坏家庭的人当然不能有一个好的结局 我觉得这样的判决对弘扬正气绝对有用 而且告诫所有的小三们 不管你通过这样非正常的手段 能想多少年的福 获得多少钱 有朝一日 人家正房只要出面 所有的钱通通都能收回来呀 人家好看